港媒,坦白不能从宽肖建华设三大政治罪,图,看中国记者杨威综合报道,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自2017年1月底,被北京当局自香港带回大陆协助调查后,始终没有官方消息,出台10月1日有港媒爆料趁肖建华,掌握中共高层太多内幕,很难获得从宽处至据香港《苹果日报》, 透露肖建华被押回内地后坦白招供,希望换取从宽处罚,但因他掌握太多中共高层贪腐内幕即便能走出街牢,恐一难重见天日,稍早前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称,肖建华案将于近日在上海开始审理,指控的罪名是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和代表机构行贿, 9月份早些,时候已经举行了一场相当于初步听证会的预审,这意味着当局处理肖建华案,或已接近卫生消息,还说最近几个月,虽然肖建华的沟通自由有限,但一直在给中共领导人写信求饶,希望能从清处罚,但信件是否送达目的地, 尚不清楚不过苹果日报获悉,肖建华的问题比这两岁严重至少是充当政要白手套,财阀干政,及金融政变三宗政治罪而迎天系能成为首家拥有金融全牌照的民营资本集团。 传闻与肖建华为中共群贵的白手套,有关他一直被指与曾庆红、贾庆林等家族关系密切,为太子党掌控财富肖建华有巨口,投产每个人都有价码,北京每个太子党都有价码,肖建华被指作为白手套。 2006年,他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曾庆红之子曾,为以30多亿元人民币精吞资产,达738亿人民币的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 此外,他还参与2009年北京昭德制业并购案,设贾庆林女婿李博潭,2009年台湾南山人受病购案已被台台政部否决,设李兰亲儿子李迅雷。 2012年,香港数字领域并购案设贷香龙女婿车锋等肖建华第三宗罪,逝世2015年中国股灾,正因为他与上述江泽民阵营的核心人物有密切利益往来,且手握巨大金融宣资源。 所以肖建华才会参与到2015年中国股灾风暴中去苹果日报,引述明镜,网消息称, 现年46岁的肖建华,被关在上海附近一个军方招待所调查。 由军队看守肖狠配合调查,问什么打什么要什么交代什么,特别是跟权贵家族关系。 一五一十选抖出来,都是顶级人物,不是常委就是政治局委员。 现任的前任的都有消息指肖建华,交代的中共顶层人物,多到让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都不知怎么办。 其中党政军接涉是习近平,掌握了不少前任及现任政坛大佬家族设为纪委法的材料。 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曾向大纪元透露肖建华案,是中南海头号大案。 他和安邦集团圆董,市场武晓辉都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 他们透过复杂的手法为中共江派海外走资,洗钱同时间具特务角色, 以国际顶尖富豪的身份通过做生意负责拉拢,收买西方顶尖政要消息人士趁吴小辉、肖建华等被抓的金融大鳄都被指涉嫌参与了2015年江派人马针对现当局的经济政变。 今年5月吴小辉因诈骗于652亿元而被判刑18年。